我们在这个下面接着画 为什么这个图其实很简单 直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就知道了 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它其实就是对它进行的一个填充 对它进行的一个填充 x x之后和它指之间的一个填充 这个我们之前学过 有一个填充函数 fill between date 我们把这个date 用于dates 然后volume volume 当然这个dates我们都还没有生成 还没有生成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code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date给提取出来 提取成一个list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code进行一个便利 提取 然后我们就for record 然后我们先生初始画一个volume newpack array空的空的 然后 dates呢就是第一个 我们对它进行便利 然后我们对这个code进行便利 然后再将每第一它的每一个record的第一个值呢 把它链接在这个dates的后面 那就是record 然后volume 然后volume呢就是012345第五个值 好在这里我们就生成dates跟volume 我们这里就调用了dates跟volume 我们运行一下看 然后这个pand还要加上 再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汇制出来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们看这个图我们的颜色不太一样 颜色不太一样 那我们这里就把它改为黄色 改为黄色因为通常来讲 在软件里面惯例啊 在金融软件界惯例是把它把成交量绘制成黄颜色 好 这个就是我们汇制出来的一个图形 汇制出来这个图形呢之后 我们发现啊有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首先它的横坐标应该是一个日期形式 是一个日期形式 我们这里呢我们的横坐标呢这是数字 是数字所以说我们把它改成日期 改成日期怎么改呢 因为我们的横坐标它已经是一个日期了 大家应该注意到它已经是一个日期的值 只不过它是一个浮点数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把它转换成一个日期的形式 转换的话其实有一个函数叫做 XA也就是把X轴转换成一个日期形式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X轴就会转换成了一个日期的形式 一个日期的形式 当然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当我们把图片缩小的时候 它又又会有重引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个日期的进行一个旋转 进行一个旋转的话 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四个月的形式 好这个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旋转之后的一个效果 这样当我们把图片再缩小的时候 它就不会出现一个重引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图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发现这个背景是灰色的 这为什么灰色 因为这里使用了GGplot的样式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把GGplot的样式画上去 写上去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样式 这样它就是一个灰色的效果 有灰色的效果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绘制上面的K线图 绘制K线图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finance 它其实提供了有一个Candle Stick的一个函数 Candle Stick就在这里 Candle Stick2 然后后面呢 就是跟着它的Open High Close一个顺序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需要的一个Open High Close这个地方 对它进行绘制 所以我们调用 所以我们要导入这个Candle Stick Candle Stick Open High No Close就这个 好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绘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周焦轴 然后第二个呢 是Quotes Quotes Quotes呢 我们暂时把定为0.6 也就是它的K线图的粗细 然后它有ColorUp ColorUp 中国人的习惯跟美国人的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美国人其实是把下跌定为定成红色 但是中国人是把上涨定为红色 所以我们这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我们把上涨定为红色 ColorDown 我们把它定为绿色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出来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其实实际上它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它的这个X轴的这个坐标呢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图呢 它跟这个图它是共用的 它们都是共用的一个X的一个日期的坐标 所以我必须得把它的X给去掉 它这个坐标给去掉 去掉了 那我要使用一个我先获取这个值 这个函数呢 就是先得到X坐标这个对象 然后呢 然后我再用这个对象调用方法 有个set Visible 这个方法 我把它set为false 也就是让它使它不可见 这样的话 这个 这里有错 好 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一个不可见的状态了 一个不可见的状态 当然我们这个图形跟这个图还是有点区别 在这个图形我们中间是空了 留了白的 空了白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也对它进行一个留白 对它进行留白的话 那就是把它的高度调小一点 我们把它调成0.26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样一个图形 画出这个图形之后呢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命名 给图为给一个title 这个title呢 就是axmin.settitle stockntc price and volume 好 到这里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这就画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形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属于一个比较简化版的K线图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尝试去在这个上面增加一些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你可以增加一些MACD 或者均线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标 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把这里的成交量呢 换成常用的柱状图 常用的那种柱状图 因为成交量很多人都是用柱状图 很多软件都用柱状图 你可以把这里换一下 都是可以的 好 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课后呢 可以把这个图形再实现一遍啊 也就是课后作业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同的stock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日期区间 你去绘制这个图形 好 今天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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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